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桃园市政府携手微软公司 还有原汁大学等单位 进行产观学合作 宣布启动资讯力联盟 那么联盟学习平台上的资讯力课程 开放中小期也可以免费的报名 而另外也有适合民众的 网路诈骗手法解析课程 因应AI人工智慧时代浪潮 桃园市政府18号举办 资讯力联盟启动记者会 宣布与原汁大学及微软公司 进行产观学合作 市长张善政表示 透过联盟整合资源 协助民众 政府和企业员工 提升AI应用能力及资安意识 重要的就是把微软 最有水准的资讯安全 还有人工智慧的这些素材教材 引进台湾 然后透过我们原汁大学 这边非常优秀的师资 消化吸收 转化给我们桃园的企业界政府 联盟建制的学习平台上 有针对企业资安防治的 深度网路知识课程 也有网购诈骗手法解析 等一般人常接触到的生活案例 供民众免费使用学习 不仅线上学习 张善政补充 也会举办线下的国中小学 网路夏令营 对于我们今年夏天 要办的这个高中生夏令营 也要开授相关的课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桃园我们现在正在迈向 非常高度智慧跟数位的一个城市 那么背后的支撑力量 一个是资讯安全 一个是人工智慧 产观学三方打造的中小企业资讯力课程 也在会场设置课程展示区 源治大学也透过这项合作 让学生学以致用 我们很多课程 老师都经过微软的认证 让老师的一些课程资料 都是在云端上进行 这样对学生学习这些最新的科技知识 AI应用都非常有帮助 校长廖庆荣补充 将学习资源都投射到云端上 也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消耗 符合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SDGs 期许各界共襄胜举 踊跃加入以扩大联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